先锋官薛斗,回马枪,枪挑了西窗官的官主,元帅马龙。 哎呀,这下,把这位先锋官给吓了一大跳。 他被人挑了,他怎么还害怕呢? 冤枉啊,谁冤枉?薛斗啊。 他一点这个心思也没有,说下了这个决心和狠心,挑了这马龙。 那怎么把他挑了?薛斗都觉得奇怪啊。 怎么,我可是三次提醒你老帅。 左一回右一回,我要是回马枪,你可不能再追我。 我要刺你。 可就在刺的时候不是? 他也不是成心,这个枪歪歪的就过来,而不是分心去刺。 是呢,混着跟了一下,那么怎么给挑上了呢? 这时候啊,就在薛斗镇前这儿,这个吴奇马上催着马过来。 尤其是这个吴奇,把他挤得不得了。 怎么回事儿,他心想,薛斗啊,薛斗,你可不能对他下毒手啊。 怎么,那是你这岳父泰山啊,那不得了。 哦,说实在的,开始的时候吴奇啊,是想用个脱身之计。 哎,顺口答应,你怎么说,我怎么听。 哎,我侄子学的,我是绝不能娶你为妻。 你甭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可后来这么一看啊,这个姑娘很正经,那位乳娘呢,也很善良。 哎,这个真是一件好事。 你看,乐得河水不洗船呢。 不是说,呃,宝城,这一门子婚事,不就多活几年吗? 吴奇下那儿去了,那倒是咋差啊,不过这也是个好事情啊。 这这,何必不去成全? 后来他的心还真动了。 现在一看,到了这么个紧张关头,都催一把锅了,哦,他嗷嗷这么一嗓子,那意思好像是薛斗啊,你可不能下毒手啊。 嗯? 这个老帅啊,心情也挺复杂,要不然挨不上这一切了。 他复杂什么,开始啊,他追他,这个薛斗跑着。 回头紧着,提醒,他都听见了,老头耳音很好啊,听见他觉得啊,他使的是计策,这是炸鱼。 哎,根本没什么这个,挥马枪不挥马枪的。 吴奇这一喊,倒把老头吓了一跳。 怎么,他以为他过来驻站来了呢? 就这么烧一丢眼神,也没想到,这个薛斗的枪法这么急。 啊,这个跳,哎呀,薛斗有点,有点着急了,怎么办? 这,这个事情办得太蠢了,管他应亲不应亲,我和这位老帅远无冤进无仇,我不应该挑死他。 自己着急,得更忠一坐脚,你,好吗? 怎么,这什么时候啊,着急? 着急两倍别攒粒,两倍一用尽,把这一向游得马上,不挥踹马龙就跳下去。 就这一下子,姑娘,那位八倍陈娥呀,差点一筹游马上站下去。 姑娘不是要和这位薛公子搞对象吗? 怎么还至于这么激动呢?搞对象,你折了夫妻也不行啊? 怎么,你把他妈妈给挑了,折了怎么得了呢,这个? 当时不顾那个气疯了,越把扬刀就过来,无体一看坏了。 怎么,肯定,这位小姐是要拼命的,她不容分说呀。 把这个鞭就护起来,她哭啊,就是一下子。 就这一下子,就打着这个薛斗,这马的那三叉骨上,倒把这个马站给下去跳。 怎么回事,这两个人并哪,一块过来的,这狠毒气,手提铁枪,她不用,得抓着别人的兵就一下子塌糊涂了,怎么,这怎么回事这是。 她真想啊,跟薛斗这马来一枪,她都舍不得,怎么,那战马招谁惹谁了。 就这一边就把这马给打毛了,撂着雪的跑啊。 跟着这个,这二将,是转骑骑虎,打败儿章。 顾宁从后边追上,这是苍郎郎罗神像。 也不知道是谁给提醒了,怎么不能让顾宁再追上,那太危险了。 而且,先顾老帅,哎呀,这下可不得了。 顾宁下马跪到父亲身边,他就起不来了。 这些女兵过来,把小姐给搀扶起来,抬着这老帅失手,进到城关里边来,哎呦,枯作一团是乱成一片。 守官主帅向上这跳,顾宁脚,他这银哑嘎嘎之响。 他恨这个穴头,怎么应亲也罢,不应也罢,怎么吓死毒手的,回马枪跳落的老妇,妇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你说这这,这姑娘怎么办,尤其那位乳娘啊,她哭得死去活来,姑娘哭着哭着突然间不哭,一个眼泪没有,两个眼睛直瞪瞪捏在这,就盯住一个方向。 哎呀,把关中的这些温尘武将给吓得够呛,怎么回事,这小姐可别出生毛病啊,怎么,这神经一错乱,由此封呆了这个就完了。 主帅,辱娘吓得不敢哭,解劝姑娘,也不知道她听进去没听进去。 愣了,跑她半天,不吃不喝也不说。 突然,姑娘叫过一个中军,福尔过来如此之外,中军领命,天黑。 刚刚打过定更,对面,薛刚打赢你,徐宁官到中军帐来禀报,起兵元帅,薛刚干什么呢?闹心呢? 他也埋怨薛楼,这孩子手怎么这么狠啊?怎么如此之鲁马?啊?你是这,你怎么能把老帅给挑死呢?这这情有此理,咱和人无冤无仇,我还想把他收起来。 哎,卢陵王啊,以及是马登兄长再三嘱咐。甭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怕,只要能够,他有恢复唐朝之心,哎,有灭州之意,那咱们就得团结他。哎,就得跟他把关系搞好喽。 那咱们跟他客气点,那你怎么干的?这妇女是难得的能人啊,凑着你有本事是怎么? 你真想折打他一顿,但是薛刚一样也不好,怎么办呢?怎么这两军挣钱在厮杀呀?你这样打了他,罚了他之后,这下次再见着敌军的时候,他手软了,你说该打他就打不了了,你这不麻烦他吗? 军刚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正在打仗里头来回这个,走柳呢,走柳啊,就来回溜达呢。 军军官进来,就把大帅在营门来捉到一个奸细,哦,推他,抓一条杖铃高挑打,把这个人扑东西的跪这儿。 军军官一看不认识,什么人?西创官,大帅马龙,仗前的中军官。 嗯?你来此则是,回禀大帅,不信我家元帅振前被你们的先锋官给挑刺。 哎,我家小姐决意守此关口。但又一样,她已经空空过几次。 这个人眼看就不行,水米不打牙,不吃不喝。已经哭死好几回了啊,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只要元帅您能够答应的话,放我回官,我长官啰嗦,开门迎接,作为内应,请元帅您得这座西创官,可以说是破手而走。 哼。 只刚一句话没说,扶着内心的佩剑,大动两眼,瞅这个中军官。 怎么回事?她心中在下。 什么东西? 称人之伟。 啊? 不管这个老帅马龙活着的时候对你如何,你也不能这么做啊。 哦,老头让人挑死了,姑娘哭死过去了,你要现官了。 啊? 我推出去先被你踩了。 这般想何必呢? 这么着吧,等我先杀进关去。 哎,把西创官收起来,虽没收下这马氏妇女,但是也能收个万八千的军兵。 然后初步告完命。 都安排完了之后,把他收信。 嗯,啊,就那么就当元帅了。 嘿嘿,有点心机了。 哦,哼,把他搀扶起来。 自己的农军过去把他给搀扶起来。 哎,上文银五百两。 哎,等我得官之后,再上。 即使如此,我准备起一夜三更。 杀进关去。 你给我做好内衣。 怎么个内衣?怎么街头? 三颗信号带,绿色的,那年头没有。 怎么办? 几件成头火起,您就可以进兵。 好。 这个人,轻闻万歇,抱着银子走了。 是刚分子。 电梯人哪。 噱头在前。 哎,让这个窦西人在后。 无耻马散,分为左右。 随我傻尽。 西川冠。 冠cc辰! самом,有人乖了。 干000! 嗯? 刚用三丈。 徐康一看,表哥。 邓西人。 邓将军, fellowship игра! 这些冷心。 你们说过,您应该审慎行事, 这么一家的走。 依然守关主帅马龙被挑死, 妻女可能哭哼过去 但是来的这个人是否真想献此关卡 以免着他人之诡计 应三思而后应 薛刚点点头 是亲三分相啊 关键时刻 还是那表哥这想吃的好 将军直观放心 本帅自由主战 三战 然后把薛斗叫的跟前如此这般 如风 不是计策便罢 要是计策将计就计 把这姑娘抓过来 抓在咱们这儿来 原来我不同意临阵收集 现在不是吗 这这我还同意了 薛斗差点乐了 咱们心里说您倒同意了 再说人家干嘛 现在不说这个的时候 您就只管放心吧 夜晚三更果然成头火起了 他们这边披挂想起 薛斗是一马张心 刚到这腰城边 腰城就放下了 推马过来 这些城门分为所有 站着 千金拿提起来 还真心 这几本两银子还真管用 这人是真心实意在宪官 他回头看一看 军兵是紧随背后 维护这些门关一声啥话 进来 一进城门口 这城门口过去这个 这个古代年间的城门啊 当然是城门什么 躲口了 马道了 这都有啊 关乡了 这都有 而且呢 这个 有的城门 有扫门 这中间还有这么一块 他这个马呢 拐过来 还没等啊 整个这个马头马尾 全部都甩过来 只听了 耳旁有人 喊了这么一声 贼子血统 拿命来 虽然这声音啊 是听得出来 女子的声音 但是 今天晚上这声喊的 不是什么焦滴滴了 不是啊 这这喊声里边 有一股的烂喊的杀气 哈 血统听见了 他唯唯这么一愣 就在他的手一愣神里功夫 好吗 一股进风又不上了下 不好 吓得血统 啪一下 一提这个精神 他往下这么一浮身 他想啊 呃 把这马踹出去 哎 里为国 歪为肖嘛 要那个 铁锅梁是干什么的 有时候你可以 转一下了 这个僵神交换 有时候就没这红分 哎 只这个肚子一碰 那就往前走 啪一下俩脚一穿 这个马刺起牢扎不动 哎 该左该右 那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 来站马 他想把这个马吞回来 但是就来不及了 接着一个夜地藏头 上万个什么 一点 啪 啪 家伙 一股冷风擦头而过 好快的刀口啊 就把这盔啊 这头盔 休息一半儿去 盔鹰飘落 盔鹰给砍掉 哎呀 把银枪就刺 这才看清楚 感情是 马精灵 这位小姐 这两位啊 好嘛 就在这个 城口这儿 城门罩这儿 这就就打起来了 哎呀 这姑娘都疯了 一刀紧死一刀 这时会儿后边 这些个武将就上来 武器马三这么一看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 现在解释也解释不通了 那就得住 先锋关一备之地 哎 不过有一样 这俩人心里都有数 就别伤了这姑娘就行了 刷下往前这么一吹嘛 姑娘看不明白了 都下国里战 人多事众 儿证修走 吴琪 无其觉得 脸盘盘冷 嗖嗖嗖 以前用手用鼓刷一下血下来 姑娘大惊主意 今天晚上包括薛邦 我全让你没啥在我带 微刀之下 虚 i